愿我责合 请你心愈 不知否问有你能亲眼见你 大家好 各位听到 让找歌的人被满足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欢迎您收看为你唱新歌 GooTV在2021年举办了 好音乐诗歌创作争选 选出了12首的金传奖的得主 那么在投稿的过程当中 许多音乐系的学生 也都来投稿了 是的 这个得主就是蔡佳慧 Hana Amy姐好 今天就带领大家 我们一起来更深入的 认识蔡佳慧 OK 我记得上次说 你是第一代基督徒 是 好 那是怎么认识神的 那时候是我爸 第一次的癌症的时候 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很严重 算是比较罕见疾病的癌症 所以那时候我的妈妈都长期 就陪他住在医院里面 嗯嗯嗯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自己都住在家 因为哥哥在外地读书 那时候是我自己走到一间教会 嗯 所以我那时候一进去的时候都不认识 然后刚好就是遇到 我现在的干妈 嗯嗯 那时候是一个传道 他就跟我打招呼啊 然后跟我留信邻卡这样子 嗯嗯嗯 但是我那时候也是去一次而已 隔了一两个月后 我们就在一个基督教的书房 嗯哼 我有偶遇他 哇 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 OK 结果他就叫对了我们两个人名字 所以我那时候就对这个阿姨 印象很深刻 对 就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OK 那他就是那个教会的传道人 对 然后他就也就是在邀请我 再回去教会 一直很细心啊 很有耐心的牧羊我 陪伴你牧羊你 所以他是你的 呃 属灵的长者 对 一路的叫牧羊你 对不对 很重要的人 对 可是如果你是你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 那表示其实家里面 当然是别的信仰 或是没有信仰 传统信仰 对对对 那这当中会有一些冲突吧 很大的征战 尤其是那时候可能周末都要去教会啊 然后平常有时候就是还有青年的团契啊什么 也因为这样子到教会的时间越越多 事实上其实家里的反应 很不谅解 而且因为我那时候小时候就是比较调皮 所以我妈妈是有把我拜给观音菩萨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在家里掀起一个很大的波涛汹涌 跟我妈一度冲突到她要把我赶出家门 然后还放话说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哇 而且在那个时期爸爸又就是生病 生病嘛 后来有一度有稍微好转 对 那真正就是说让你的家人重新一次的看待我们的信仰 嗯 是 我觉得一路上就可能在教会开心的时候 我就回去跟他分享圣经 我就不断的冲撞他勇敢的就是向妈妈传福音这样 然后因为那时候在教会还有帮忙写音乐啊 然后做音乐剧啊 所以我都邀请他来看 然后他就还会再帮我带外公外婆来 嗯 然后那时候来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干嘛 讲说我妈妈要来了这样子 他说太好了 然后当然他们就会去跟他打招呼啊 很热情的接待啊 对 那时候妈妈有一度就是他有鼓励外公外婆都要来教会 所以即便之后我到美国去读书啊 外公外婆都还是会骑机车到教会一阵子 嗯嗯嗯就他们也感受到那个教会的氛围 然后就发现这不是一个坏地方 对 然后好像大家都很和乐很有爱 然后之后我们家也就不拜拜了 就是可能要拜地基祖或什么时候 我妈也就跟我外婆说 啊我现在不拜了啦 哇 那后来你爸妈也受洗成为基督徒吗 对 而且在复活节那一天 哦 应该是在19年我在美国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我妈穿了一张照片 我想说他们两个怎么穿受洗袍 我就说你们怎么回事 他就说啊我在那个安平的一个教会 然后我们今天要受洗了 爸爸妈妈一起在复活节受洗 对 我想说我觉得神真的一路都一直在印证 祂的话印 是 祂说一人得救全家必得救 阿们 对 哇 好 那我们现在呢先来听你这首诗歌 好 是你生意 你轻声温柔呼唤我 你轻声温柔呼唤我 我却转身超市节奏 痛了累了没人懂我 你为我生命哭泣 我却假装我不懂 我的自我我的软弱 我却你扶持我 是你身意 牵动我心 当世间悲弃 黑暗孤寂 是你话语带着我前进 愿我策合 请你行语 不知否问有你能轻言见你 我生命的每个清晰 是你身影 在创造这世界一切 在宇宙某一个时间 你是否已经认识我 你轻声温柔 你轻声温柔呼唤我 我却转身超市节奏 痛了累了没人懂我 你为我生命哭泣 我却假装我不懂 我却假装我不懂 我的自我我的软弱 求你扶持我 是你身影 天动我心 当世间悲弃 黑暗孤寂 是你话语带着我前进 你轻声温柔 愿我策合 听你行语 不知否问有你能轻言见你 我生命的每个清晰 是你身影 看着我们当初的生活 找回手中 怎么眼泪那么多 你轻声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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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身影 天动我心 当世间悲弃 黑暗孤寂 是你话语带着我前进 愿我策合 愿我策合 请你行语 不知否问有你 能轻言见你 我生命的每个清晰 是你身影 是你声音 哇 跟大家来分享 这首诗歌是怎么创作的 这首诗歌是我回来大概半年后写的 是 因为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啊 回来应该会很顺遂吧 结果没有 因为是有 对 应该是说大家的期待眼光是这样 但我自己知道 大概状况会是什么样子 但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就是 也是像神很深的祷告说 到底我的未来在哪 因为那时候回来其实也有接一些市政府的案子啊 然后舞台剧的音乐制作啊 但是你知道那个案子就是你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 是是是 有一搭没一搭 对 就是它不能够成为你的一个 就是固定收入的来源嘛 对 所以这首歌前后好像写了蛮久对不对 对 因为我那时候先写了副歌 我就跟神说 拜托你给我一个声音 就是你之前给我的印证 你可不可以再一次给我 之后呢 我就是像我需要你的制作人 他也是基督徒 但常常我们其实都会陷入那个沮丧的 就是我们就互相鼓励这样 所以主歌是我跟他说 就是我们就靠着我们来祷告 然后一起写的 像我自己 我靠我自己写的话 你会发现 这首歌怎么好像对那首歌 这个歌又好像对这个歌 你怎么听的话 就是觉得 不是 就是没有感动到 都感动不了自己了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就 真的退回来 我就是 祷告 真的要好好祷告 然后不要去 miss掉任何 放在心 就是生活当中很值得感恩的 moment 哇 真的 你说像哈娜这样子 就是根本都已经是音乐学院的 然后从小学古典 然后在教会 你会以为其实是 创作是很容易的 但事实上其实不然 你都要安静在神的面前 你要回到神的面前 然后你要祷告 所以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创作者 到那个静默当中 看看神给你什么样的感动 鼓励你持续的创作 当然也锁定我们好音乐频道 为你唱新歌 不知风温有你 能轻易见你 我生命的每个气息 是你身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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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